黄子角爆料大小S西式违禁药物 一旦被证实的话 大陆必将分杀大小S这对姐妹俩 那到底能不能彻底完蛋呢 为何黄子角在临死之前 也要拉着大小S姐妹做垫背的 她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 她要拉着她们一起死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 黄子角为什么要与大小S同归于尽 大S的声明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 大S肯定是否认了黄子角的指控 最后一句话说 请黄子角先生保重身体 老婆很年轻 孩子还小 人生还有盼望 有很多网友说 这似乎有威胁的味道 也难怪网友会这么讲 谁都知道大S在台湾是黑道白道通称 黄子角和大S她们家到底有什么样的仇恨 以至于亲生前都得拉着她们下水同归于尽嘛 过去黄子角作为小S的前男友 2021年12月就已经和解啦 小S还邀请黄子角做男嘉宾 但是黄子角在节目中还是比较戒备的 刚被问到她和妻子的纪念日的时候 黄子角很疑惑 你要给我下咒语吗 刚被问到 如果世界上只剩下大S一个女人的话 你是否愿意与大S共度余生呢 黄子角说 我宁愿化成辉也不过大S共度余生 可能她觉得自己说的话太过分了吧 然后又说 这也拦不到我呀 有小飞与她共度余生呢 2000年 黄子角因为劈腿曾宝仪和小S分手了 两个人开始了十多年的私逼大战 2015年堪称世纪大和解 但是这个和解呢 也只是表面上的 黄子角与大小S姐妹有着刻骨的仇恨 因为她被大S打压了13年 当年台湾的综艺各大门派之争 我们大陆是不太了解的 大小S刚出道的时候 张飞 胡瓜 吴宗宪和张小燕 被称为台湾综艺界的三王一后 后来张飞淡出娱乐圈以后 台湾的综艺圈就形成了三派领头人 分别是张小燕 王伟忠和吴宗宪 大小S需从王伟忠 张小燕是张爱玲的外甥女 于陈庆 小虎队 张惠妹 曾宝仪 都是她的得意之作 这几个派系中 当年王伟忠如日中天 被称为综艺教父 当年的综艺连珠炮和康熙来了 都出自王伟忠之手 她捧红了不少艺人 大小S相当于她的亲闺女一样 两家走得非常近 小S与黄子角分手以后 张小燕就淡出了台湾综艺界 因此综艺一半的资源 全都落到了王伟忠手里 想要在台湾综艺界发展 必须败在王伟忠的门下 当年大S仗着自己的师父是王伟忠 公然在各大媒体大骂黄子角 放话与黄子角 曾宝仪势不两立 实际上就是宣布 黄子角在台湾综艺已经无路可走了 大S一向都很霸道 所以那几年黄子角不得不跑到内地发展 湖南台的快乐大本营 还有王牌接班人之类的综艺 给李湘和何忠打下手 可以说被大小S一家给逼的背井李湘 到了2013年 张小燕回归台式综艺 黄子角才得以衣锦还乡 拿了第48届台湾电视金钟奖的 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 这才让他在台湾的综艺界 又有了一席之地 所以黄子角与大小S一家的这种仇恨 延续了十几年 那么黄子角爆料的大小S息是违京药物 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首先黄子角在忏悔的时候 他爆料自己在十岁的时候 母亲带着他去出轨 而且当着他的面 他还说在他父亲那里 拿到了有颜色的片子等等 这种事情是极其隐私 而且极其不堪的 又是针对自己最亲近的人 父亲和母亲 这样的事情他都能公布出来 可见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 所以他爆料大小S的事情 应该也是真的 所以人之将死 奇言也善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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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